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球华裔小姐选美大汉现场 现在有请各位嘉莉上台展示 最后一位选手 林青 这是啥 都为大话 我为什么会穿成这样的 孙美 还被一个叫黄嘉玲的妖女 抢了我亲亲小姐的身份 令我的人生轨迹完全改变 这得从十天前开始说起 欢迎大小姐回家 耶 终于回家了 Lucky 你从这么一小时长大这么多呀 看来 我们在的时候你没少吃 大小姐 老爷知道你要回来 就早早地吩咐我们 把晚餐都准备好了 全是你喜欢吃的菜 真的啊 那大小姐你先休息一会儿 你待会儿空了呀 可以去和夫人打个招呼 哦 知道了 清儿 你在国外留学 回来看看咱们家的饭 你还能吃习惯吗 还是国内的饭菜更合胃口一些 欧洲那些菜食 我确实有点吃习惯 你这提前回来 怎么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好提前加点菜呀 哎 也没事 毕竟呢 我是亲妈 但是你在国外待久了 这回来 不会连家里有谁都忘了吧 你 清儿 女的年纪又不小了 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我们林家和赵家是世交 他家那个独生子和你年纪差不多 我见过 人不错 咱们世家殷勤是最好不过了 过两天我安排见见面 培养培养感情 不行 从小到大你什么都给我安排好了 但是这件事 事关我人生利益吧 我是不会同意的 不行 这件事情你就得听我的 我是为你好 你什么都是为我好 你再逼我我就走 你敢试试 你敢试试 大家左上角的关注可以点一点 大家想听什么音乐可以打在公屏上面 主播看到了肯定会给你们放的哦 我是十分成本的主播 嘉玲 你干嘛呢 厨房的活还没干完呢 直播呢 快出去 我洗衣服一个人你不干 你赶紧过来 知道了 知道了 快点 不好意思啊宝宝们 刚刚出现了一点小插曲 我们继续啊 欢迎青阳哥哥开着宝石节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没想到在国内离家出走 你在国外读书够呢 好饿呀 爸吃饭了 好 女儿啊 你要好好学做生意 以后啊全靠你 我才不呢 你天天摆摊也没见到你赚多少钱呢 哎呀我的小宝贝 你怎么又来帮忙了 哎呀我的女孩太优秀了 哥哥也来帮你吧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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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辛苦了 给我来 秦阳哥 哎 家灵啊 好多天没见你了 我好想你啊 我也好想你啊 秦阳哥 但是我想努力赚钱攒嫁妆 这样你的家人就不会反对我们在一起了 哎 哎 家灵 你相不相信我 那当然了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快速赚到钱 早点嫁给我 什么办法 现在有个全球华裔小姐选美大赛 如果得了冠军 网现金 就有一百万 那要是再加上代言的话 广告 哇 那可能后半辈子我都靠你了 老爷 小姐一天一夜没回来了 我已经派人到附近去找她了 岂有此理 不行 你现在就给我通知保安部 发动所有的安保人员 全程搜索 你要把她给我找回来 好 哎哟 把她的信用卡给我停了 是 老爷 嗯 你好小姐 这是您的账单 谢谢 抱歉啊 女士 这张卡刷不出来 什么 是的 试试这几张 小姐 您这些卡都刷不出来 您看 您看 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 要不是看你太多诚恳 我就报警了 你一个月留下来洗吧 什么 一个月 喂 爸 我现在回家 我现在回家 小姐 小姐 好 其实啊 我对她也没有太大的期望 我只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啊 能让清儿跟赵妍 好好地相处 卷美大赛的事情 你来负责就好了 我就不干涉了 好 林董你放弃 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 好 天天 要不然 你也参加 这样咱们胜算多一点 我就不参加了 我相信你 你可以的 我还等着做你的接近人呢 那行 要是我拿了管局 这儿 就是我为你打的天下 等我考消息啊 好 各位老师好 我是宁星 身高1米73 体重52公斤 希望老师多多关注我 谢谢 嗯 好 哈哈 NYU Beautyc 各位评委好 我是黄嘉玲 身高1米7 体重48公斤 我的选美宣言是 展现最好的自己 美丽 因自信而绽放 不错 现在公布所有入围海选名单 明星 黄嘉玲 丁婷婷 白露露 张曼曼 谢谢老师 恭喜所有入围的选手 各位入围嘉莉 将参加本次大赛安排的 选美训练营 为接下来的复选晋级赛 做充分准备 看吧 我就说你一定行吧 狗富贵 勿相忘啊 你放心 要是我发达了 肯定忘不了你 到时候 我带你飞 好嘞老板 确实呢 我就说你也好看吧 我听说新来的艺术总监 是毕业于伦敦大学的高富帅 真度假度啊 那他结婚没啊 来了来了 快快快 快起来了 很高兴能带这也见到大家 我是本次大赛艺术总监 赵妍 同时也希望大家好好表现 好好努力 争取成为 新一届华业小姐半军 真的一变帅 准备点吗 大家好 我是本次活动的赞助商 以及媒体公司的负责人 大家可以叫我小坑哥 本次入围的前十位加厉 我们公司全部会签约 获得冠军 我们会 有一百万的奖金 大家在舞台上 敬请发挥吧 接下来 有请童老师 先叫他们 基础仪太克 保持我们的面部放松 大腿内侧用力向内收 腹部收紧 双肩向后展 来 检查一下 很好啊 来 再向上挺拔一点 非常好啊 再高一点 非常好 继续 没事吧 你上哪儿了 谢谢智子 我 我先送你去休医室吧 我帮你揉揉 应该没什么大事 好好休养几天 不用担心 谢谢赵总监 不用这么客气 叫我赵妍就行 这不太好吧 我小时候 特别喜欢听你喊我名字 啊 没什么 以后出什么事 打这个电话就行 哦 这次比赛 我期待你皇冠嘉宾 我会努力的 我一定要想办法被淘汰 这要可能有点痛 你稍微忍一点 没事 我不怕疼 啊 好痛啊 给你带的滴汁餐 谢谢啊 送身必备啊 甜甜你真好 知道我排练辛苦 还特地给我送吃的 好感动啊 那可不啊 咱俩谁跟谁啊 嗯 那我就去回去排练了 好 去吧 加油啊 拜拜 拜拜 崔阳哥 甜甜 崔阳哥 甜甜 先上车 嗯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不是想你了吗 夏琳刚走 不太好吧 哎呀 有什么不好的 我跟她马上就要分手了 其实我真正一直喜欢的 都是你 不知道吗 嗯 嗯 好的 首先我们大家各就各位 大家小金字步 听我口令 五 六 七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啊 哎呀 哎 小金字步怎么又扭了 好的 现在我们大家下课休息 后天就是我们的初赛了 希望大家好好表现 赛出自己的水平 赛出自己的实力 我不想玩了 淘汰又趁烦 最好就是初赛 二 哎呦,你怎么 好 好 好 最後一位 凌晴 哇 这是啥 东北大花袄 这难道就是土到极致就是潮 你还别说 这节目还真有点东西 我在国际走红毯的时候 还真就看过同款的 接下来我宣布 晋级入围的选手有 白露露 黄佳玲 逆星 丁婷婷 张曼曼 以及我们的林青小姐 我没有搞错 我都穿成这样了 让我们掌声欢迎祝福 我们的入围选手 也算是实至名归呀 你看今天那个林青酒秀了没 那个衣服穿的真是笑死人了 我跟你们说 我也是第一次见 有人摆pose 这样这样这样子摆的 笑死人了吧 丑死了 天哪 香香来的吧 也不知道初赛结束回家待几天 也不知道大家背后会有多卷 是啊 真羡慕有些人不用卷都毫无压力 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好运呢 你别做梦了 有些事就是注定的 你们别这样 她自己最重要 他们说你是这次的内定冠军 真的假的 你看我刚才的表现 像是想进击的样子吗 也是 好羡慕你啊 我要是你这样 那我也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啊 神 神经 你说话就说话 你骂人干什么 我可没致名道姓 谁硬就是说谁的呗 你什么意思啊 你看不起我 没事 这怎么能怪你呢 赵总监 医生说了 人能想就没什么大事 感觉怎么样 赵总监 你怎么在这 这是哪啊 这里是医院 你和另外一个参赛选手 出店晕倒了 还好我们发现及时 大小姐你没事就好 不然我真没办法向林总交代啊 林总是谁啊 哎呀不会吧 你那么有钱的爸爸都忘记了吗 这不会是有什么失忆后遗症吧 大小姐 到底发生了 我 我声音怎么变了 快去找医生 医生 医生 没事吧 你和黄佳玲啊 都触电了 你什么都记不清了吗 应该不会是在做梦吧 哇塞 好痛啊 这这居然是真的 我 我真的变了灵性 这 这不可能吧 等等 岂不是成了意外富翁的女儿 难道老天不忍心看你一辈子情苦明天 医生 来 那个 医生 我觉得我没事了 嗯 初恋可能影响到短暂的记忆 没什么大碍 按时吃药 好好休息 自然能够恢复 谢谢医生 嗯 嘉玲 亲爱的 你没事吧 呃 这位是黄佳玲男友 钟总 没事我先走了 辛苦了 那个 你是黄佳玲男朋友吗 嗯 医生说他伤得比较严重 需要家属去取点药 赵总监 可以帮我安排出院吗 我觉得我没事了 你确定 确定 好 你好好休息 那你帮我看着点他 好的 我只有支开他们两个 单独同林青讲清楚 秘密才不会暴露 嗨 你叫什么 我是看你叫我才叫的 是 我是问你名字叫什么 你怎么长得跟我一样 对 我的声音怎么不一样了 这个妖女 你到底施了什么法 把我身体还给我 我还想说 你为什么要进入我的美色呢 什么 你哪样我好看 老娘就是比你好看 我和你施了什么妖法 你赶紧给我还回来 什么妖法 你看见我是妖法了吗 明明我也是受害者好不好 我不管 我可不想你叫你 我是三二一 我没放手 行 三 二 一 你们不算 你不也没发 行 牛丑 我去了半天 没收药拿药啊 敏青 你听我说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先冷静点 我们之后 再慢慢想办法解决 不能冷静 我才是黎晴 你快管电话 怎么打起来了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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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脸 不要打脸 别打脸 你们两个有完没完 说好了不要打脸 不要打脸 打的全是我脸上 我都说了 这次出雾店纯粹是个意外 你们两个没有必要这个样子 那怎么办 我才是真正的灵青 还不是投胎运气啊 你在说什么 我才是灵青 你 你们在说什么 赵总监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你 你都不会相信 但是我们俩的灵魂交换了 我才是灵青 哎呀 你们就别变故事了 你 医生说你没事了 赶紧跟我回家 我 我不会回去的 我才不是黄家灵 我不会走的 行了行了 病好了 就赶紧出院 现在手机帮你办完了 行 我刚好累了 你送我回去吧 行 黄家灵 你疯了 小灵灵 你脑子电坏了 黄家灵 隔远柱的脑子都瓦特了 我不是黄家灵 我要回家 回家 回家 上车 别闹 送我去临时公馆 我知道你羡慕那个灵青 但是人家爸爸是上市公司董事长 红人不同命的 不要一天一天地静下这些没用的没的好不好 走了 回家 发什么惦呢 黄家灵 你才刚刚出色晋级 你以为你就当上世界冠军了 我不是黄家灵 我是灵青 算了 我现在和你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的 你送我去我爸那儿 我小时候的事情他们都知道 我可以和他们对 你怎么证明你不是黄家灵 我就不是黄家灵呀 我是灵青 我爸是灵伟健 从小到大都是他在安排我的生活 我妈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我 后来我就被送出国留学了 好 那你倒说说 你是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 哪所大学 英国华威大学 英国卧里克郡和卡门锤士的交际 看不出来呀 还做了不少功课 连那个什么华什么威大学都知道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从医院里醒来 我就变成黄家灵了 但我真的是灵青 哎呀 你别哭啊 我最怕女孩子哭了 你这 来来来 那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是灵青 那真正的灵青是黄家灵 可以这么说 那你这个说出去 也没有人会相信啊 不是 我到底要怎么说你才相信啊 好了好了好了 不管怎么样 我先送你回家好不好 走吧 回哪里的家 你怎么装 我不要 你别走 阿姨 阿姨 黄家灵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这么多天不见人 你去哪了 那阿姨啊 这样 你们慢慢聊 我有事先走 好吧 好 辛苦你了 小伙子 好 拜拜 不是 你那个谁 你怎么了 这几天你去哪了 说话呀 那个 我虽然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但我不是你的女儿 说什么呢 傻丫头 我生你出来的 难得还不认得你啊 来 快来帮妈一起准备 给你把出摊的东西 算了 我不跟你说了 哪个是我的房间 我想去休息一下 你这丫头是累傻了吧 不用你了 你赶快去休息一会吧 ah 啊 啊 怎么了 好疯 啊 没事没事 我来拿 下车吧 你回来了大小姐 你们大小姐训练有点累 赶快带她去休息吧 感到不舒服 就打电话给我 欢迎大小姐回家 大小姐 那个 我在比赛的时候 认识了新朋友 之后会带回家做客 你先把我当成客人 带我参观参观 好的大小姐 请随我来 这里是会客厅 就是平常接待林董和夫人的亲友的地方 请这边 这里是茶室 平时会客批阅文件都在这儿 哦 这些都是林总收藏的书画 还有一些证书 这里是林青小姐您的卧房 青姐阿姨啊 每天都会来打扫的 不错 今天就先介绍到这儿吧 好的 那您休息 这个应该很贵吧 还好没弄坏 哎 不对啊 这二是我家 就算弄坏了 也不用我赔啊 老鼠打死丢掉了 没事了啊 要不躺下休息会儿 来 再来 啊 二 二 二 ですね 三 二 二 哇塞 太好吃了 这个好酸啊 红酒应该是甜的 哎 你干嘛 你挑什么不好 专挑最贵的 你知道这瓶酒多贵吗 哎 你说你不会喝你还吐 你知道你浪费多少钱吗 你吃我干嘛 你是谁 妖精 你 你怎么有四个眼睛 两个嘴巴呢 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哎 你想干嘛 哎 你干嘛 哎 你干嘛 老公 你看看他 老公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罪成这样了 哎呀 轻儿 这好像换了一个人 他以前可是滴酒不沾啊 这是不是在国外西餐养酒喝多了 可不是吗 你看 我从来没遭过这么大的罪 自从他回来 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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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两天我跟他好好谈谈 这也太不像话了 就是 老人 你赶紧扶小姐回房休息 好的 顺便帮夫人整理一下衣服 啊 好的 老爷 开门 放我进去 这里是私人住所 你不能进去 我要找人 我爸是林伟健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好意思 那我要找林青 黄家铃 黄家铃你给我出来 黄家铃 黄家铃你给我出来 黄家铃 黄家铃你给我出来 我们去找我爸 我去跟他说清楚 我才是林青 别疯了 他们不会信的 不会的 只要我们好好说 一定可以的 其实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但是他们不信啊 不信 我们去试试 他们一定会相信的 别傻了 在这个世界上 大家只会相信自己看到的 还不如想想办法 怎么换回来吧 换回来 对 换回来 我们去 想办法换回来 这件事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 我们还不如先正常生活 说不定哪天就换回来了 用电 我们试试用电 好好好 我们先多想点办法 那个 我还有事 我回头再来找你 对了 咱们这个先把手机换回来吧 你好女士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这个 那个 还有内衣架上的 除了这些 其他全帮我包起来 好呀好呀 不对 我多大鞋马来着 你这是 这些名牌包 首饰化妆品 都是送你的 送我 搞信心诈骗呢 打算送我一堆垃圾 到时候再报警 我拿你什么贵重物品是吧 想想吧 你看这条丝巾 这是你一直都想买 但是舍不得买的那条 看看 这你怎么知道的 这明明 这明明是你跟闺蜜之间的小秘密 我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 就是你闺蜜 可是我不认识你啊 咱们说好了 狗富贵 勿相忘 黄嘉玲 没错 猜对了 黄嘉玲人呢 刚才还给我发信息 她怎么不出来见我 你把眼睛闭上 睁开 什么鬼啊 算了 我还是跟你说实话吧 所以你 变成了这个什么 林青 然后她成了你 没错 点菜吧 姐今天请你吃顿猛的 那我岂不是 有了一个妇婆闺蜜了 哇塞 你可以包养我了是吗 服务员 赶猜 好久没见了 过年的时候 带你去拉斯维加斯玩一下 好的 那个 妹妹 你等我一下 好的 我去给你一个惊喜 回来啊 等我啊 哎 小玲玲 你怎么在这里啊 走我送你回家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个瓜婆娘 你又状风卖啥了 真的变了 我跟你说过了 我是林青 不是黄嘉玲 你是林青 那林青是谁呢 她才是你的黄嘉玲 只不过暂时 借住在我的身体里而已 行 我知道你脑子被电坏了 别让我发现你骗我 我以后都不理你了 哼 哼 我怕她干嘛呀 哼 妹妹还等我呢 你非在家好吃懒做 去赚钱呢 你不赚钱还有什么用 在家就是雷赘 我真是自我孽呀 老公一天到晚不悟 那人好眼熟啊 踢 把后面的脚慢慢收回来 踢 踢 前面非常好 然后就是把肩往下沉 往下沉 头部往上往上 再往上 咱们的眼神 像激光一样的 看着一个点 要聚焦 不能像花仔一样的 是分散的啊 哦 来 嗯 那女孩叫什么名字 黄嘉玲 怎么复赛了 还显得那么不羁姐 嗯 辛苦了 不辛苦 赵总监每天可比我们要辛苦多了 看到你进步啊 我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赵总监 我觉得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能不能请你帮忙单独加训我呀 我靠 居然用我的身体和赵云这么近距离其处 哈 你们在干嘛 帮忙加训我呀 啊 为了明天比赛嘛 那你们也不能靠这么近呢 你们这样 肯定有人误会 我 自己不努力 还不让别人努力 赵总监 我们继续 好 我帮你再看看 诶 赵总监 好久不见了 啊 是你啊 是 你怎么在这里啊 怪我 我其实是这个媒体公司的总负责人 平时都是派坤仔在这边打理的 我今天过来看看进度 哦 原来如此啊 你进去吗 哼 现在都请了什么人 诶 嗯 小玲玲 别躲我了 我那么爱你 你这样太伤我的心了 今晚必须跟我见一面 不然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 千万不要逼我 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诶 诶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求你了 不行 你必须帮我 要不然我就没有办法参加比赛 到时候我们就换不过来了 帮你什么 那个 钟青阳是我男朋友 你能不能假装和他约会 不要让他认出来 这个我已经和他说过了 他知道我不是你 但是他不信啊 你一定要帮我 帮我 就是在帮你自己 哎呀 求你了 我 我一定会想办法换回来的 求你了 知道你最好了 嘿嘿 哎 看我做个脸 我还拿捏不了你 先生 已经给您做好了啊 嗯 好 哎呀 这花不错 老妈 我可以带走吗 钟总 你喜欢 喜欢的话给你包起来 会做生意啊 钟总 您的花好了 好 谢谢 嗯 哎 小玲玲 哎呀 前两天是我不好 送给你了 你这 从哪个坟头拿过来的 哎 你这说的什么话 人家菊花的花语是思念 象征着我们俩纯洁的爱情 好了 别再说了 去哪 走走走 先上车 先上车 来来来 慢点 慢点 哎 拿着我们的爱情 怎么样 喜欢吗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清阳哥 哎 哎 那个小玲玲 我这边遇到一个领导 过去打个招呼 你等我一下下好不好 好快好快 哎 哎呀宝贝 怎么这么巧啊 你也在这里啊 你干嘛呢 哎 我跟我们一个领导 我们再出来谈点事 哎 我今天没有时间陪你 改天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 嗯 好吧 那你什么时候来找我呀 嗯 过两天吧 爱你哦 拜拜 好吧 先走了 拜拜 领导 小玲玲 你怎么下车了 挺忙的呀 那我一个领导 刚刚刚好遇到 打个招呼 算了 不逛了 我先走了 去哪里啊 哎 你去哪里啊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去做了 该你旅行承诺了 好 那试试呗 我这穿着什么玩意儿 我们是在这里触电引发的 所以 我们也应该在这里 按键重演 重演什么 你该不会是想 我 我不 我带了小电关 你忍一忍 你这会死人的 我不要 我不要 怎么回事 怎么还是没有换回来 幸好没有换回来 这样不行 看来我们只能进行下一个办法了 还来 你 诚心许愿 有求必应 诚心许愿 有求必应 但愿成功 千万别成功 千万别成功 你 你干嘛 我 为什么还是换回来啊 现在我们试过用电 那我们再试试水 不要 你要干嘛 怎么办 这些方法都没用啊 难道我真的要用你的身体 过我这一辈子吗 有些事情 就算你再努力都没用 这就是命运 就像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出身是一样的 只能这样了吗 完了 忙着搞这搞那的 什么都没练 明天怎么办啊 这个还可以啊 对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嗯 这个不错 这个女孩今天晚上要不要淘汰掉呢 刚刚这位啊 长得还是不错的 身材也非常好 就是这个台步稍微差了一些 副赛阶段 应该全面评估加厉 就在第一个阶段 不如 再给她一次机会 嗯 也有道理 咱们还是好好先面对生活吧 改变不了的事情 多想也没用 我现在对未来生活一片茫然 我都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了 那就去找方向呀 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灵星 不 黄霞 不要气馁 要不我们先了解下彼此的生活吧 好吧 这些天你一直往外跑 你很忙吗 嗯 那你赶紧吃饭啊 等会儿啊 把这饭给你爸送去啊 那我先给他送过去吧 他平时在哪儿摆他来着 我有点记不清了 就是咱们平时一直在那地方 劳东陆附近 哦 好 慢点啊 哦 爸 嘿 我来送饭 丫头 过来 这两串特意给你烤的 你尝一下 可香了 哥 我求求你帮帮我 我媳妇她爸住院了 医生说再凑不够钱救人人就没了 哥 看他亲戚的份啊 你有多少钱你借我多少钱 我现在差好几万呢 哎呀你 你先起来 我看看还有多少 啊 啊 你起来 哎呀 我这里只有这么多 不够的话你再看一下好吗 是 你哥 行了行了 去吧 我得走了 小心点啊 哎 爸 钱都给他了 咱们家怎么过呀 哎呀 没办法 你小叔毕竟是亲戚 他这几年也不容易 能帮啊 就帮 这才多久 我都见到两回了 你们以前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呀 你这疯丫头 竟胡思乱想 哎 这个呢 十五 这样吧 这个来三串 能不能给算便宜点 稍微生意 不赚钱 哎 行吧行吧 来你考快点啊 好嘞 哎 天冷了 别动着 爸 咱们家本来就穷 你还借钱给他们 咱们 咱们的日子到底还过不过呀 哎呀 咱们家穷亲戚太多了 这样 我们开创一个商业模式 让你的亲战 让你的亲戚们 还有朋友们都能赚到钱 你也能做一个小老板 我有一个朋友 他开发了一款流动售卖车 咱们先进一批 再分发给他们 傻闺女 天上能掉钱 有办法 爸 我不是参加了一个选美比赛吗 到时候 我得到奖金 奖金有一百万呢 咱们不就能干成了吗 傻闺女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赶紧回去吧 天太冷了 我要去干活了 喂 林青 帮我打给一个叫周雪华的亲戚 你跟她说你有一个闺蜜 叫黄嘉玲 想跟她谈谈流动售卖车的事情 好好好啊 不知道你想干嘛呢 但总算有点涉作 不用担心我 但警告你啊 别出卖我的美色就换好处啊 呸 胡说八道 多好久没来看我了 傻瓜 我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哎呀 你这个人坏死了 啊 别怪哥哥不是人 只怪妹妹太迷人啊 小泉泉捶你啊 好了好了 乖了乖了 我带你去前面吃好吃的吧 我知道前面新开了一个餐厅 好近的 好不好 好吧 好 走 你现在过来我这儿 你来了就知道了 这么着急让我来 怎么 你也终于感受过吃不起饭的感觉了 大小姐 嗯 哎呀 来 再吃一个 中西洋 你干嘛 你怎么在这儿 黄建林 你听我解释 没什么好解释的 你同时和多人交往 脚踏几只船 上次我都看到了 没有的事儿 你别多想 那都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你一见面就抱上了 那都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拥抱只是江湖礼仪 你脚踩多条船就算了 你还搞得闺蜜 你还算人吗 婷婷 你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打死也想不到你跟她有一腿 亲爱的对不起 你听我解释 黄建林 那你是谁 温 渣男 对不起 他跟我说你们已经分手了 我才 对不起 我真不是个东西 中枪太能装了 你们都被骗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我不怪你 最快乐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爱情 到底什么才是爱情 你这大晚上的发什么疯 你要是有这么多经历 你还不如赶紧嫁出去 让你爸省点心 我一个人怎么了 不像你 小三 你 要不是上位 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要是看不惯我 你就走 你简直反了你这孩子 目中无人 我今天必须跟你闹明白 这儿是灵伟建的房子 我是灵伟建的合法妻子 我有权在这儿 灵青 你要是再这么继续疯癫下去 要么你就别花灵家的钱 要么你就赶紧嫁出去 别一天到晚一副没人要的样子 你说谁没人要 你要是再说 早些 早些我进车找你 你想干嘛 这是我们和车厂共同研发的一个流动性特别好的一个自动售卖车 小巧灵活 特别适合美女 像你这样的小成本创业 美女 你在这个车前面 喝喝咖啡 拍拍视频 喊他吉他 路过的帅哥 那还不能流口水啊 我有这么好看吗 当然很美了 多少钱一台 五万块钱一台 买不起 租呢 五千块钱一个月了 对待穷人 你比我爸还黑 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去做另外一种模式啊 也可以交三成首付 我们去银行给你做按揭 也可以去做那个卖货分成 都可以合作的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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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呀 这什么情况呀 林青 林青你给我站住 林青 太太你咋了 哎呀疼死我了 伤哪了 这里吗 会不会玩得太过分了 哎呀算了 这本来就不是我家 惨了 这下怎么办 回回下 来 您的串 拿好 啊 欢迎下次再来 好 变化强工 这功劳啊 属于臭丫头 感谢我们女儿 丫头长大了 爸妈 我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来吧 庆祝我们家越来越好 走一个 来 走一个 来 走一个 爸妈 我先出去一下 你注意安全 别哭了 其实你真的很幸福 那 我知道 之前一直没觉得我的家庭有什么好的 我很羡慕有钱人 他们可以过一时无忧的日子 是我这辈子都吃不起的东西 我很羡慕 很想拥有 但我从来没想过 其实我爸妈 一直都在努力为我创造更好的生活 嘉玲 你知道吗 其实这段时间 我一直很羡慕你 其实这段时间 我一直很羡慕你 因为这段时间的温暖 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我很小的时候 我妈就去世了 我因为 我爸工作的关系 我们也很少时间相处 再后来 我爸娶了后妈 我就更不想和她说话了 嘉玲 我得谢谢你 还有你爸妈 这段时间 我真的感觉到自己 是真实的活着 难道 你不怕我们换不回来吗 其实我觉得 当个有钱人 也不是那么爽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继续下去 好好的生活 不是吗 对 我要继续下去 不管怎样 林青也好 黄嘉玲也罢 都要 好好地为了将来 努力奋斗 对 为了我们共同的将来 加油 你觉得 如果这个动作这样设计 会不会更好点 真的 周总监 谢谢你 但我总觉得 还差一个 亮眼 亮眼设计 我上个手间 不好意思 你跳的就是古典舞吗 是啊 怎么不让赵总监 迟到迟到你呢 不用了 我自己练就好了 人家赵总监 明明对你 也就是我 算了 好像对你有意思 怎么样 喜欢赵总监吗 你怎么全是练爱脑啊 再说了 我可不希望自己 随便坠入爱情的深渊 行吧 青春有限 你可别后悔啊 你不需要的爱情 我来接住吧 你当可怜我呗 毕竟搞钱搞对象你 我可不能只选择搞笑 赵总监 赵总监 我们训练这么久了 一起去唱歌吧 我觉得在那也能放松点 就有灵感了 说不定就想到怎么设计这舞蹈了 好 你喜欢就行 没懂 没懂笔 三个字 过了几个四季 两年都没懂笔 三个字 赵云哥哥 啊 你唱你的 我就想看着你唱 啊 你吃水果 你没事吧 没事 吃个水果 赵云哥哥 我给你跳舞吧 好啊 My lips hurt Turt 这个好像不太适合 在舞台上表演 你怎么了 眼睛不舒服 静晖了吗 死之难 什么意思 我说你真可爱 是吗 颜哥哥 你怎么不看我呢 说我长得不好看吗 到点了 我该送你回家了 不是 我到底怎么了 当初跟赵云哥相处得好好的 怎么换了赵云 他就看不上我了 我可是灵精爱 难道 是我性格问题 不想 黄家灵子完全变了个人 我受我控制了 会不会他说的都是真的 那现在的灵青 才是真正的黄家灵 我 我必须得弄清楚 师父开下门 我找你们小姐 这是私人住宅 我们小姐不在 林青 林青 黄家灵 黄家灵 你给我出来 快开门 让我进去 让忠先生进来吧 好 家灵 真的是你啊 你知不知道 我好想你啊 到底想干嘛 我想你吗 那个假的黄家灵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到现在才知道 我一直爱的 真正的是你的灵魂 那你跟我闺蜜 甜甜是怎么回事 哎 这真的是天大的误会 我一直是怕你觉得 我不够浪漫 所以我才找个人来练练手 谁知道搞成 线子这个样子 我真的是很圆的 真的 我真的好感动呀 但是我不信 我对天发誓 我真的真的只爱黄家灵 一个人 永远不变心 如有假话 呃 那天打雷劈 老天都不信 赶紧走 哎呀 家灵 你想想看 如果 我不是真的爱你 我怎么会送你去选美呢 如果我不是真的爱你 我怎么会知道 你才是我爱的嘉灵呢 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不行 黄家灵你什么意思 你信不信 我把你们灵魂交换的事情 告诉组委会 事情告诉组委会 我让你当不成林家大小姐 你去啊 你看谁相信 哼 无所谓啊 反正到时候 你们两个发生纠纷 一起被取消参赛资格 将来你变回黄家灵 一无所有 你敢 你提前认识我吗 你看我有什么事情是不敢的 哎 嘉灵啊 其实我都是为了我们两个好 我要的也不多啊 等你夺了冠军 让你那个董事长父亲 给我们弄两个项目做做 将来如果你变回来了 我们还可以好好生活 你就这点要求 我是真的爱你 到时候你嫁给我 我们就可以一直幸福了 啊 好 我答应你 但是你不要告诉其他人 OK 你真好 快走吧 赶紧走吧 好好好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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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情啊 嗯 你怎么能这样对你妈妈 要不是我后来发现 逼问黎管家 我都不知道你干的这些好事 你根本不知道 他是怎么对我的 他也是你妈妈 一家人有矛盾 沟通解决就好了 你妈妈怕我生气 她甚至都不敢告诉我 你还在这里说她不是 她不是我妈 她是我后妈 后妈怎么了 后妈也是妈 你打我干什么 我又没做错什么 我就凭你目无尊长 我今天要好好教训你 救命 你打我干嘛 救命 救命 哎呀 静静 管家 快叫医生来 您夫人没什么问题了 按时擦药就好了 哦 谢谢啊 不客气 哎 你说你啊 好久没发这么大火了 现在跟咱们开玩笑呢 你还当真了 哼 你还不是一样傻呀 你和清儿两个人关系不好 也都怪我 为什么怪你啊 哎呀 当年 你妈妈去失早 我都不懂得照顾你一个小女孩的心理压力 后来又认识了婷婷 其实她都很关心你的 但我感觉 她又怕你对她不尊重 所以说 她老是装着 板着个脸啊 我都不应该回避 你小时候对爱的心理缺失 我还自作主张 安排你出国读书 我们这样之中 就少了很多相聚的机会 要不然 你也不会回来这样 要不是我看到她身后这些欲青 肿成这样 我都不知道你们两个在家里 闹成这个样子 那 我应该怎么办啊 我呀 就希望你们两个 好好的相处 因为在我心目中 你们是我最重要的家人 知道了 对不起 妈 妈 你跟着我什么 对不起 妈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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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家琳 你这样的动作 特别具有美感 我呀 再帮你设计一个 更有意见的动作 好啊 赵总监 我们把手打开 想象自己在触摸天空 把手翻过来 然后这边也打开 一定要伸着 赵总监 我们去吃饭吧 你请客 好啊 我看大家训练辛苦了 我请客 一起吧 我就不去了 我再练一会儿 你们去吧 赵总监 走吧走吧 饿死了 哟 可以啊 赵总监都给你指导上了 还不是他跳得太丑了 赵总监都看不下去了 可不是嘛 还看出人家高富帅了 麻烦你们放尊重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管好你们自己 你找死是吧 有本事再说一次 我让你们 少管闲事 姐妹们 起来活动活动 放开我 敢打我 你家灵 你现在来跪下来求求我 我可以考虑轻饶你 既然如此 那这一巴掌我十倍怀命 住手 住手 赵总监 放开他 我们在排练 那个我们排练呢 那我们先走了 我们先走了 对对对赵总监 我们先走了 他们没对你怎么样吧 没事 谢谢 还不去吃饭 我再练会吧 行 沈总啊 我们这次选美啊 马上就要进入决赛了 今天难得啊 几个大哥们 赞助商都在这里 我们一起拒绝 等会儿 我们这个钱总也会来的 好不好 今晚呢 我也请了几位优秀的选美嘉丽 和各位老板 共进晚餐 哦 钱总 哎 哎 大家 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钱总来了 这是我们的前锋 钱总 他是我们这次大赛的总赞助商 坐坐坐 大家都坐下 今晚大家都拒绝 和美女嘉丽们一起喝喝酒 聊聊天 我是本次选美大赛的选手白露露 请各位领导和赞助商老板们 多多干照哦 我干了 这个白露露啊 他是这次选美的非常优秀的一个选手 然后呢 人的身材比例啊 身高啊都非常好 而且接受过专业训练 谢谢中总夸奖 我记住你了 叫白露露是吧 嗯 很好 钱总 为了您的好记性 我们再敬您一杯 来 大家一起吧 来来来来 表现好 非常好啊 明星 你站起来 敬大家一杯 来来来来 我们跟这边美女和老板们一起喝几杯 好 我们也过去 我们也过去 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雪儿 大家都在争取机会 我不太会喝酒 快点 真喝不了 快去 各位老板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事先走了 来来来 我们大家开心 大家开心 先不用管它 来来 大家喝酒 喝酒 来来来 喝酒 来来 喝酒 来了 明星 明星 你怎么在这 你没事吧 你不跟我们一起来吃饭 怎么自己来了 谁呀 你谁呀 是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走错了 要不 我走 我走 大家如果到本店买杯咖啡 然后到旁边 我来一杯 吃烧烤的话 可以打八周 欢迎大家经常来 八周 现在今天本店的生意特别的火爆 希望大家可以来尝尝我们的味道 黄家琳 如果换不回来 我就要赢了那一百万奖金 我要用我自己双手创造财富 还要帮你爸妈一起创业 我一定可以的 林青 林青 黄家梁 你没事吧 快起来 没事 你休息一会儿 坐 怎么又是你啊 这倒早上的 又偷偷加恋 我告诉你啊 老是偷偷加恋 效果 可能会适得其反 怎么样 有没有事 没事 赵妍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好啊 你说 破厅 从前有个小女孩 从小到大 都过着一时无忧的生活 有着像风筝一样 被人仰望的高度 但始终有一根线 在控制着它 后来 风筝线断了 风筝被狠狠地甩地上 再也飞不起来 这是什么呀 飞得好高呀 这是风筝呀 不管它飞得多高 我都可以把它拉回来 就像不管我去哪里了 我爸爸都会把我找回家 可我不觉得你像风筝呀 你像那美丽的蝴蝶 蝴蝶 对呀 你也可以像它们一样 自由自在地飞呀 飞呀 飞呀 肯定非要做一只风筝 它也可以是 自由自在的蝴蝶 完完全全为自己而活 赵妍 你喜欢蝴蝶吗 哦 喜欢 刚刚我看你进来的时候 叫着林青小姐的名字 你喜欢林青小姐吗 其实 我喜欢林青很久了 在很小的时候 我们猜一个小沙滩上相遇 她的名字啊 我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 我还记得 她的眼睛啊 特别清澈 而且啊 带着光芒 后来才知道 原来我们两家是世交 我就天天缠着我爸 给我转学 之后呢 我们早上是同桌 放学之后啊 我天天去找她玩 那个时候啊 是我童年 最快乐的时光 那后来呢 后来啊 她又去英国留学了 我估计啊 她都忘了我是谁了 长大之后 我也去英国 就是想着 有机会 能再见到她 我这次回国啊 主要 就为了见她 那 你见到她了 啊 也不算晚 我感觉 她变了 但是她骨子里 那股坚强劲儿 还是在的 然后呢 现在啊 我感觉 我感觉 她有一点 搞 笑 不好意思啊 和你讲了自己 这么多事情 没事 林青 啊不 黄佳玲 不管你是谁 我都希望你能在舞台上 好好表现自己 加油 嗯 那 你再看我跳一遍 嗯 我知道了 清儿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休息呢 妈 谢谢你 你给我心灵感了 我要再练一会儿 你快去睡吧 好好好 嗯 不错 好 这个还可以啊 嗯 不错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跳得很优美 我 穿过广野的风 你满血走 我永远 我永远 我告诉你 我醉了 我 我 我 拖得也 那么 那么 那么近 连风都听不到 听不到 现在公布才艺环节评分 最高的五位嘉丽 张曼曼 83分 宁星 87分 林青 91分 黄嘉玲 91分 让我们掌声恭喜他们 好 期待入围的嘉丽 继续绽放光芒 让我们在环球华裔小节 总决赛见 浅浅 你怎么来了 是林青 是嘉玲告诉我 你们今天有比赛 我想来看看你 你刚刚真的跳得好好 谢谢 我想和你好好地道歉 嗯 要不这样 我们先吃饭 边吃边聊 好啊 比赛结束了 我带你们去庆祝一下 走吧 恭喜两位冠军 干杯 拜拜 拜拜 借你的赵总监用一下 赵总监 之后的比赛 还请多多指教了 这哪是我的赵总监呀 明明就是你的颜哥哥 我干了 你们继续 开玩笑的 今天就破格 跟大家干了 干杯 进入到我们总决赛的选手 首先 恭喜大家 不管将来结果如何 大家都是从我们大赛当中 选出来的佼佼者 将来都是代表我们 环球华一小姐的形象和荣耀 希望大家继续全力以赴 不好意思老师 多说一句 咱们主办方呢 希望明天呢 能够邀请在座嘉丽一起吃个饭 无论这次比赛结果如何呢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定上的商业回报 那么呢 希望大家能够自愿参与 一定自愿参与 怎么了 宝贝 我都安排好了 评委还有传媒公司老板 你一定要给我安排好 我做事你放心 好 我放心 放心 你啊 要好好表现哦 好好比赛 你可是我们传媒公司的头牌哦 嗯 哎 好像有人 诶 人呢 你干嘛呀 这次选美大赛果然不简单 但我知道我爸的公司可能有资料 我想今晚去查一下 我想你帮我 你要我怎么办 你这张脸就可以帮我 事情吗 我爸让我回来拿资料 这是我助理 嗯 好吧 你找到你要的东西了吗 我想你要的东西在这儿 啊 找到了 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直播色情照片 还有一些选美落选的女孩签约合同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还有 我爸把这次的选美大赛 全权交给前锋叔叔负责 他为什么要用另外的公司 去签约他们落选的女孩 还有这些 色情的直播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这不是挺好的吗 所有女孩可以继续员吗 没想到这个前锋还挺有情有义的 不对 这里面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猫腻 我怕他们背着我爸 违反牟利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各位 哎 你们都不知道我多么难 才把赞助商刘总 还有我们的评委李老师 请到我们这里来喝个酒 东吴是为了你们几个 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招呼啊 真的呀 嗯 那我们姐妹要是好好表现 你说选美投行和代言 会不会都落到我们家 看看刘总了 啊 看一杯 刘总 刘总 你一定要帮我们呢 你一定要多照顾我们呀 以后我们都有时间哦 好的 要不一会儿给您表演个才艺吧 然后我们再敬各位评委老师一起一杯 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我们一起就一杯 来公共举杯 来公共举杯 请吧 请吧 干杯 催了催了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干杯 以后的心就靠你了 哈哈哈哈 小言啊 嗯 这次的赛事 你得要上心了啊 放心 所有事情我都处理好了 你那怎么样 我们全力支持 嗯 诶 这么巧啊 嗯 坐 怎么我前脚刚进来 你们就到了 那几个女孩子呢 哦 一会儿就过来了 啊 夏令 嗯 你陪我去当洗手间 我不想看见某人 嗯 参与了这些东西 今天这个机会千载难逢 有那个林青在 你是不可能拿冠军的 那又如何 是附加千金又如何 我根本不相信 什么内定的阴谋论 你一没背景 二没钱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十八线小模特 替不出卖自己 你拿什么跟他们争 那我宁可什么都不要 我也不能失去自我 你是刚毕业的小姑娘吗 怎么我说什么 你都不听呢 黄家玲是吧 啊 小坤哥啊 来来来 小坤哥找我什么事情呀 正好有点事情 跟你商量一下 好啊 我们这里呢 有个合作 好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路过 你刚刚听到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听到 我不管你听到了什么 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到时候你不但一无所有 可能连小命都没有 小灵灵你明白吗 哦 喂 这就对了嘛 考虑得怎么样 要尽快答复我 不如苦学 燕德胡子 好 为了尽快能上手学习 我想去现场看一看 行 一会儿我地址发给你 记得 到了要给我打电话 别到处瞎跑 好的 年轻 年轻 黄嘉玲 不要 不要再查下去了 我说真的 不要再查下去了 你怎么了 我们好不容易查到的信息 怎么就 这背后牵扯的人太多了 你到底知道什么 你告诉我 他们背后的实力太强大 我们斗不过的 斗不过也得斗 不能让他们牵扯到临时 牵扯到我败 那你一个人斗吧 哎 黄嘉 这边呢 是我们的直播公司 这边是我们签约的 这个网红主播 这边呢 是我们的前台 来 小心台阶 这里就是我们的 网红直播公司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 这是我们当红主播Rose 那在别的公司呢 属于头部主播 在我们这里 一般一般 这都只是一般 对的 我们赚钱的路子很野 如果你不是在大平台的话 让一对一直播的话 那前途无量 哎 我接个电话 你别乱走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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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 你把我视频删了 放我走吧 你删了吧 回月薪 回月薪多少 我赔回月薪行吗 我赔回月薪行吗 把你卖到国外去也不够啊 你放过我 我家里还有爸爸妈朋友照顾呢 哦 好啊 那你就更加努力地挣钱 才能够好好地孝敬他老人家 你想那么多干嘛呢 好好地干你的直播啊 这个世界小贫不小超 干嘛跟钱过不去 没人罚就没脸活了 那你帮帮我 你帮我说说话 要脸是吧 好啊 没脸活你也得给我好好地挣钱 搞不好的话 给你来个选美头衔 让你拿个奖 买个好价钱 你去死吧 小贱人 把他给我脱脱 OK 骗子 你们带个骗子 我死怎么会抱怀你们的 秦总 你打算对他怎么处理呢 不会怎么样啊 只要到最后乖乖的就可以了 秦总 你一开始和我说的 不是这样的呀 是啊 一开始不是这样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一开始了 露露啊 你是个聪明人 只管带好你自己的人 其他的事情 你就别管了 这个选美大赛 对咱们这个产业来说 他算个屁呀 秦总 你放了婷婷 他对公司没有什么损失 你的条件我全都打印 我会帮你看好那些姑娘的 好啊 谢谢秦总 我去让他们放人 怎么回事你 秦总 他手机里的视频照片 我都删完了 秦总 这点小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叫给我来处理吧 我不管你们怎么处理 总而言之 别给我落下尾巴 吃个樱桃 五重为一 吃个葡萄 五重为C 再喝个花茶 好好咬好皮肤 准备备阵 我不管你听到了什么 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到时候你不但一无所有 可能连小命都弄没了 灵青不会出事吧 停时一个电话就接了 这才 爸 那个黄佳麟在家吗 爸 你管谁叫爸呢 他今天出去得很早 没说去什么地方 田田 好 事情就是这样 我当时没拦住他 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事 但是你刚说 钟青阳也相遇 他们黑幕的事 那他说不定就是突破口 那我们找他帮忙 他会帮我们吗 帮不帮不知道 但他愿意做走狗 无非也就是为了钱 喂 喂 钟青 黄佳麟在哪 黄佳麟不是正在给我打电话吗 我是问真的灵青在哪 你们不要乱来 他在我们这儿好着呢 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理他 你们快放了他 多少钱都行 那一千万吧 一千万对你这个大小姐来讲 应该就是毛毛雨吧 一千万 灵青卡里没有这么多 那我不管 一分都不能少 而且 你要保证他守口如瓶 我就有办法 当你们从来没来过 等我电话 一个人来吗 我跟你讲 不许报警啊 否则我们就私救 小玲玲啊 毕竟我还是最喜欢你的 你也不希望大家都有事吧 拜拜 我的小玲玲 我真是瞎了狗眼 可心死了这个男人 天天 这事你先别管 我们报警吧要不 不行 我一定要保证离奇能安全 小空哥 你排击真不错呀 那可不是 不然这么多兄弟里面 怎么救我又老婆 是吗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放了我 急什么急 待会就有人来赎你 赎我 怎么可能 我们家没什么钱的 啥 啥 啥情况 周 周总 不是这么说的 不是你为小空哥呀 我家就是个穷人家庭 哪有钱救命啊 没钱 没钱我可不干 我 我也不 不干 都别吵 你们几个别玩了 马上就有人来了 好好看着他 是 周青阳 你混蛋 林青啊林青 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喜欢这张脸 你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 等一下回去以后 不要再给我整什么幼蛾子 你在背后做了这么多肮脏的事 周青阳 你自己烂情花心也就算了 可怜黄家陵 对你一往情深 为你这样的厌 一往情深 哈哈哈哈 你也信 他要不是看我有钱 早都攀上别人了 你玩弄感情还阵阵有词 真可笑 可笑 这个世界上谁不是为了利益而奋斗 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感情也就是骗骗你们这些小姑娘 那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啊 赌 你赌什么 赌真正的黄家陵 会不会来救我 赌他 有没有真感情 林青 能 没想到我真的会来吧 黄家陵 你 你个傻瓜 真来救我 你好不容易得到你想要的生活 何必为了我放弃呢 这一切本来就是属于你的 是我偷走了属于你的东西 现在 我想还给你了 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 你说 如果被绑的人是我 你会不会 我会 我会和你做出一样的选择 这 这 这一张 一一百的 难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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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哥 要不找小坤哥借个验钞机 验一下钱 哦 哎 小坤哥呢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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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走吧 量他们也不敢咋电 狗东西 你还算个男人 走 不好意思各位 钱总最新指示 一个都走不了 钱总最新指示 一个都走不了 是在 当生生是在 呃 呃 大小姐 你不应该参与进来 本来这件事情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既然你参与进来了 这事就没法了了 钱老板你干嘛 我们说好谋才不坏命的 这是我女朋友 你闭嘴 一个都别想走掉 跟我走 都给我抓起来 是 我找赵爷 家灵来晚了 你们没事吧 家灵 没事吧 没事 你行吗 你行吗 行吗 男人不能不行 我自己就行 你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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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 你说 如果被绑的人是我 你会不会 我会 我会和你做出 一样的选择 家灵 灵青 等一下 我雪家了 我雪家 雪家 雪家 黄家灵 黄家灵 灵青 好痛啊 你没事就好 咱们 咱们好像 换回来了 你怎么样 你要不要我去叫医生 没事 现在不用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什么叫做 打在我身上 痛在你身体了 都什么时候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开玩笑 家灵 家灵 你回来了 太好了 我熟悉的王家灵又回来了 没事吧 我不知道你 好了 什么都不要说了 烦你 以后陪我去旅游 好 我答应你 这里有好大一股爱情的酸臭味呢 是呀 是呀 好酸呀 好了好了 我叫医生 再过来看一看 啊 我没什么事了 给灵青看一看 还有 兄亲眼怎么样了 他呀 他被警察 来了 爸 妈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解释 但是 很感谢你们之前的包容 亲儿 是我们做得不够好 跟黄嘉玲接触的这段时间 我发现平民阶层真的很不容易 我想 我想帮助他们 我的亲儿 你长大了 懂事了啊 其实 他们的不容易 最终也会影响到我们 爸 你会明白吗 明白 他们的问题 最终就是我们的问题 我想 我们林氏集团 可以创造一个 不牟利的青年梦想基金会 让他在我们的助力下 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实现梦想 乖女儿 爸支持你 这个想法 我可以在董事会上提出来 谢谢爸 嗯 哈哈哈哈 亲儿 你这阵也累坏了 要不 选美咱就不去了 我们一家人 好好地出去走一走 好不好 我还是想比我 我想以林氏的身份 能跟黄嘉玲 这么式地在舞台上比一场 我觉得 黄嘉玲也是这么想的 我好想你啊 哎哟 这孩子 今天怎么了 小嘴跟抹了蜜一样 这么甜 你就是世界上 最好的妈妈 傻丫头 我们一起帮爸爸忙 好不好 嗯 来 Cheers Cheers 凌轻 这次真的谢谢你 要不是你的商业计划 咱们这个小车 也不会这么火爆 小汤能火忧你的一份 要不是你长得好看 也不会有这么多粉丝 来看直播呀 你俩呀 就别商业互捧了 赶紧吃吧 菜都要凉了 喂 谢谢妈 嗯 林青是我的好姐妹妈 她的妈就是我的妈 我的妈就是她的妈 对吧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我要是有你这么懂事的女儿就好了 以后你们经常来 随便吃 不用花钱 谢谢爸 你们看 晚间新闻报道 今日我是知名企业林氏集团 决定成立一个五亿元的天使基金会 以下是本台记者的现场拍摄 我宣布成立一个梦想公寓基金 让普罗大众年轻一代有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为全社会共同赋予尽一份力 我们赵氏集团也决定 将本次华谊小姐选美大赛全部利润捐出 来支持我们这公益基金会 好 林氏 我决定了 我要用尽全力 争取这次全美大赛的冠军 你有什么想法 佳琳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我们这么艰难才走到最后一步 我希望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身体 展现出最美的自己 那我来见证 你们都全力以赴吧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超级侦探 认真证办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环球华裔小姐总决赛现场 今晚的嘉丽们 非常绽放自应的自己 体现我们新时代华裔女性的 带文光 让我们掌揽欢迎 ri stri样 i want your body every body r cuaci come on i i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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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体重90斤 我的参赛宣言是 美貌只是优先入场券 但能力才是永久空心一正 好 大家好 我是黄佳玲 身高1米7 体重48公斤 我的参赛宣言是 展现最好的自己 美丽 因我自信而绽放 这个还可以啊 对对 评委老师大家好 我是选手白露露 身高175 体重52千克 我的参赛宣言是 我追求机会 不追求安稳 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 谢谢大家 不错 哈喽 各位评委老师好 我是宁星 晋升高173 体重52kg 我的参赛宣言是 活得漂亮 把世界照亮 谢谢 嗯 这个不错 各位评委老师好 我是丁婷婷 身高1米7 体重45公斤 我的参赛宣言是 你若盛开 蝴蝶子来 我愿向世界展示最美的自己 接下来是我们最紧张的赛果公布环节 让我们有请各位嘉丽登场 我们的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 但是在此之前 我们收到了一位嘉丽的退选通知 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视频VCR 经过我们评委会的一致决定 将他呼防出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青 我是林青 经过我郑重的考虑 我决定 放弃平分 退出比赛 很荣幸 可以认识到在场的每一位嘉丽 你们都很优秀 在你们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 经过这次选美大赛 我也经历了很多 我觉得 我已经赢了 无悔了 最后 祝大家好运 颁奖前退赛 确实前所未有 但是我们尊重每一位嘉丽的决定 让我们接下来宣布 这次比赛的各项奖项 以及我们的冠军 到底花落谁家 小姐奖获得者 三号 白露露小姐 好 谢谢 宁哲不安 亲民如一 恭喜我们环球小姐 亚军获得者 七号 宁兴小姐 接下来公布今晚最重要的奖项 我们环球华裔小姐比赛总冠军 到底花落谁家呢 恭喜我们十号嘉丽 黄嘉玲小姐 获得本届环球华裔小姐比赛总冠军 现在有请我们今晚的总冠军 黄嘉玲 接受冠军加冕的荣光时刻 亲爱的嘉玲 当你打开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在奔赴美好的路上了 其实我很想亲眼看到你取得冠军的荣耀 不过这次我怕死了 我猜 你应该是冠军吧 希望你是 不管结果如何 你在我心里就是唯一的冠军 这些日子我们交换了身份 颠覆了我对过往人生的认知 我们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 所以呢 希望在未来以后的人生历程 你和我一起努力 咱们顶风相见 我要干嘛 你懂吗 毕竟你曾经是过 等我回来哦 赵言 我问你 我在黄嘉玲身体里的时候 你喜欢的到底是黄嘉玲还是舞 哦 我不知道 但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会爱着你 所以 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还行 不过还得再观察观察 啊 我命都给你了 你还要观察观察 原来你就是我一直的脸预对象 你到底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 傻瓜 一直都是我 如果我跟你说 我愿意成为你身边的一只蜂蜂 不管飞得多高 或者摔得多狠 我都愿意成为你身边那只不断线的蜂蜂 那你 愿意成为我身边 那只自由自在的蝴蝶吗 我愿意 如果你还记得 请务必告诉我 随时光流逝却不太冷落 日月如梭 天会投票通过你的流动车连锁计划 真的太好了 凌晴 真的谢谢你 你和他怎么样 我们 马上要去多蜜月了 这小子 搜得挺快啊 凌晴 你一定要狠狠地幸福下去 你看 本台新闻报道 利用直播卖淫案 今日宣判 卖淫集团主导前锋 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集团成员钟清阳 有立功情节 被判有期徒刑两年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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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辛苦了 我来 倩哥 好多天没见你了 我好想你啊 我也好想你啊 清阳哥 周清阳怎么样了 夏凌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